大家好,我是大山,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影片是《大红米店》,影片改编自苏同小说《米》,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,一个旧中国黑暗时期,军阀相割土霸横行,连年灾荒民不聊生。 武龙是奉养出的农民,在此洪灾中逃难,才到城里谋生,在码头上为了一块畜生吃剩的肉,与码头一坝阿宝起了冲突,势单力薄的他被阿宝踩在脚下喊罢,受到侮辱的武龙,就此种下了仇恨的种子。 大红米店的冯老板看他力气大,便收他做伙计,白天他十分卖力地干活,晚上便躺在米仓中,感受米从头到脚,撒遍全身肌肤而带来的快感。 谜语中,武龙的食欲得到了满足,却又落入了心欲的陷阱。 冯老板有两个女儿,芝云和启云。妹妹芝云十四岁那年,就被六爷包下做了小老婆,生性丰涩的她对武龙是百般挑逗,武龙醉她也早一时垂涎三尺。 大街启云是个禁欲、清高、兴肠歹毒的女子,她十分痛恨武龙来米店做事,前方百计刁难她。 武龙可怜得点点尊严,被践踏殆尽。 一天晚上,武龙发现芝云与六爷手下阿宝通奸,嫉妒与仇恨,使她夜不成眉,复仇之火油然而生。 她向六爷高发,阿宝被扔到江里喂了鱼,仇敌一处,武龙兴奋难耐。 当晚在米仓饱受心欲骄傲的武龙抵挡不住芝云的色诱而狂泻一气。 不久芝云有了身孕,六爷已是阿宝的肿将其丢弃。 为了折仇,冯老板把女儿嫁给了武龙。 新婚之夜,武龙收到了六爷的礼物,竟是阿宝的兴契,这使她深感恐惧。 为避免六爷的毒手,武龙冒险亲自到六爷处当面脱库认罪,没想到竟得到六爷的赏识。 武龙并没有因为娶到美貌的老班之女而兴奋,相反是深深地感到被愈弄,被践踏。 冯老板也并没把武龙当女婿,而是与齐云联合在背后,指示人暗杀武龙。 武龙死里逃生,带着满腔的仇恨回到米店,用腔指着冯老板与齐云发誓,不会就此罢休。 兴情大变的武龙对智云百般欺凌和折磨,对齐云更是动了邪念。 一晚,武龙全然不顾临缠的智云,粗暴强奸了齐云。 躺在病榻上的冯老板在两个女儿撕心裂肺的惨娇声中绝望地死去。 有了米店和六爷的撑腰,武龙更是为所欲伪,他的贪欲也到了极限,六爷也成了他复仇计划中的下一个目标。 武龙敲掉了所有的牙齿,换了满口的金牙,丧心病狂的他将所有曾经轻视过他的人一并收拾。 六爷和智云一一在爆炸声中死去。 齐云去青山会馆,买同人去杀武龙,在一个夜晚战斗爆发了。 第二天齐云去江边看武龙是否一死,结果武龙并没有死,并叫小自己不会死。 齐云气急了,谁知在暗中有枪正指着武龙,一枪结束了他的性命,电影结束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。